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树林是地球上其中一个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环境 它的落叶碎洁为各种无脊椎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今次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与红树林关系密切的各种蟹类 印度新象蟹主要分布在红树林和陆地生境之间的过渡地区 厚重的身体、深色的背甲和粗壮的红色蚝竹 令到它的境外形相当得出 它们会在冠虫或红树林之下挖掘洞月藏身 密切的时候就会以蚝竹将落叶碎洁撕开送入口中 在合适的环境有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同大小的个体 三五成棍这样活动 观察一下它们之间的互动也挺有趣的 长竹长方蟹拥有较长的捕竹 方便在水退之后的泥滩上的活动 这种蟹眼窝的下园有显眼的波浪型骨齿 可以与其他同样掌有扁平背甲的长方蟹区分 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它的蚝竹略大橙色 而红树的蚝竹就会较疲性的大 长竹长方蟹会以落叶和其他有机物作为食物 是湿地环境之中的青豆腐 相似近上手蟹主要分布在朝间大较高的区域 它们拥有绿色或者较为深色的背甲 另一个变形特征就是它们突出鲜明的橙红色毛竹 休息的时候相似近上手蟹会藏身在石头那颗或者洞鱼之中 有时也会爬到红树上休息 它们主要以落叶、植物碎屑和果实作为食物 对于湿地环境的养分循环起着重要作用 蟹类是认识朝间大生物多样性的理想对象 虽然各种蟹看起来都很相似 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它们各自有不同的身体构造和行为杂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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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